嘩,這顆大白兔糖為何這麼巨型? 還有3D效果 看真點,原來的斜背袋 我吃白兔糖很喜歡撕的行李 所以我聯想到 就像是將白兔糖也有些堂衣的感覺 透過這些零食可以保留香港這些文化 好像將回憶帶著在深度 可以隨身去帶,好像很有趣 這兩位修讀時裝設計科目的90後少女想法多多 設計了幾款以零食包裝為主題的袋,很有趣 這個薯片手環袋跟真的包裝大小一樣 效果都是這麼迷惘 這個就是用這裡的後面開拉鏈 用clutch,用手插著 或者到時拆了帶,換到斜背袋都可以 這個眼鏡糖手提袋是YOYO的心頭號 穿上粉色系衣襯,更加添少女味 至於另一位90後少女Ashley 心系小時候看過的童話故事 用它為靈感製作長頭燈 這個燈可以在你臨份前做一個舒緩的作用 你看到它,你的心情可以放鬆 它的燈光顏色多達16種 可以隨喜好和心情轉換 而它正燈是無心插柳 本身打算做紙雕,見到展映靚才令它靈機一觸 它亦都有製作皮革頸鏈吊嘴 都是以童話故事為題材 故事除了可以用你欣賞之外 還有你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你是可以將它帶出界的 原本做與電影相關工作的她 現在全職做手作得到很大的滿足感 她們三位是今個週末和下個週末 會在觀塘擺創意試集